我也要求說那些EU人員 該打第二劑的趕快打 當然我也知道目前台灣還是打AZ的 如果打過AZ 要再打第二劑 原則上要等十個禮拜 可是如果AZ打過的 要打莫德納 目前只要等四個禮拜 所以我也是主張 這個恐怕中央要思考看看 如果那些需要快速 建立那個完整的防護網的話 我意思說照顧那些 比方說確診者的 跟那些EU人員 我是主張混打 我們從以前的就不算 人多的時候 現在從7月1號到7月10號 這10天的統計 你看看 我們這個確診人數裡面204 感染源不明的是36個 所以目前我們在台北市 真的在社區感染的不多 就是說你在社區 被一個不明感染源感染的 百分比不高 大概17.6% 大部分都是被感染以後 回到家裡面 然後傳染一堆 因為現在雖然大家不出門 你知道嗎 宅在家 可是又不是一人一間 所以我們現在在家戶感染 扣掉那個市場那些 市場或醫院 我們大概就三個 目前就三大感染問題 一個是市場的 一個是醫院的 一個是家戶內 市場我們大概這幾次 在北農環南上大規模的打疫苗 做篩檢 這個也慢慢控制下來 那醫院這個是 等一下會用萬方醫院當例子 你知道我們會 因為醫院畢竟是少數幾家 所以很容易密集 你知道 去看出大家有缺陷 要改進 這個比較容易解決 現在最頭痛的是家戶感染 我們這家戶感染喔 是廣義的家戶感染 不一定是說 他們有親戚關係的 比方說聚在家裡打麻將 這也是一個問題 或者是 這種 同志團體也是一個問題 或者是 大家合租一個公寓 也是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的家戶感染 在台北市是 廣義的家戶感染 這是一個 目前比較頭痛的問題 真的在社區感染的不多 就是情況是這樣 這個目前台灣你知道 有5萬 超過5萬名 沒有身份證 也沒有健保卡的外勞 在整個社區裡面流竄 你知道 這個不但是 不管是治安 或是國安上面的一個破火 在現階段 它就是一個防疫的破火 那當然在萬華專案的時候 我們是說特色令 請他出來做篩檢 可是在那一波之後 現在一個很大問題是 疫苗到底要怎麼辦 那發現這些人 就算他打疫苗 那連暴障都有問題 因為他沒有身份證 也沒有健保卡 所以那個疫苗 你說打在他身上 怎麼記帳 所以這個問題 我上次有跟王必勝講說 這個還是要嚴肅面對 不過這個問題已經在台灣 已經存在很多年了 沒有解決 這是這樣 沒有事就沒有事 人家一出事就變問題 所以當時我跟萬華醫院有幾個要求 就是說 這個看護 你知道 原則上 病人進來 盡量大家 不要帶陪病者 因為要生病 不得已要住院就住院 應該是有醫院用 因為我們的護理人員 都有打過疫苗 所以有那個有 也有定期在做PCR 所以有那個比較安全的 護理人員直接提供這種照護 就不用自己在外面再帶 帶這個看護 或陪病者進來 這第一點 第二 就算你要看護的話 應該是直接跟醫院申請 所以醫院要管控說 他進來工作的看護 一定是安全的 不管是打過疫苗 或者是有定期在做PCR的 不可以說 自己去找一個 非法的看護來 結果是造成醫院破口 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算是醫院在管理上面 有舒服 你知道嗎 但是更大問題就是 我們台灣就是 目前就是有一大堆非法看護 這第一點 那 那另外一個 我們還是要求醫院 那另外一個是這樣 我也要求說那些醫護人員 該打第二劑的趕快打 當然我也知道 目前台灣還是 就是打AZ的 你知道 如果打過AZ 要再打第二劑 原則上要等十個禮拜 可是如果AZ打過的 要打莫德納 你知道 目前只要等四個禮拜 所以我也是主張 這個恐怕中央要思考看看 如果那些需要快速 你知道 建立那個完整的防護網的話 我意思說照顧那些 比方說確診者的 跟那些醫護人員 我是主張混打 因為這樣可以馬上就很快就打第二劑 直接打莫德納 就建立防護網起來 如果一定要打AZ 要再等AZ 那要等十個禮拜 還有得等 所以 目前對英國變種病毒 打一劑還可以 問題是遇到 印度變種病毒 打AZ一劑就不見得有效 那我們從我們台北的歷史 你知道 很多入境的你知道 因為他解除隔離的時候 就給他做PCR 我們最近就發現那個 我知道就知道有三例是 印度變種病毒 意思就是說你知道 我認為防不勝防 時間拖久了 一定會有溜進來的 所以既然這樣應該是 就是在照顧第一線的那些 防疫專責病房的醫護人員 你知道 我是主張混打 盡速打第二劑你知道 把這個防護網建立起來 不然有哪一天不小心就要被突破 台灣最溫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 都在這裡 訂閱三例新聞網 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 國內外大小事 下載三例新聞網 APP即時新聞不露接